路一看 00后大学生在玩一种狠心的专业对口 一名学日语的同学 去剧组演大佐 却发现漫山遍野的大佐全是自己同学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专业在剧组竟然还能开坦克 不仅大佐是学生在演 就连巴路也都是自己同学 难怪最近抗日神剧里的日语越来越标准了 原来是专业对口啊 然而其他专业的同学也好不到哪去 学会计的 在家算计父母 学物流的 在家运送垃圾 学计算机 在网吧打游戏 然而学美术的 不仅可以天天给父母画大笔 还可以 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素描大师 用我手中这支笔勾勒出我眼中的身心 不得不说 这就业方式就十分心理 然而这还不是他们的极限 接下来的体育专业也是完美发挥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国际日务员 用我的一圈热水打出了名字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乒乓球运动人 我要努力训练 早日打出水准 和这边起包 起来